医者,医死的人越多,医术越高明 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 赤壁大败,曹操靠着当年买关于体验卡时送的复活币 侥幸逃回南郡 回到南郡后数日,曹操每日茶不思,饭不响,就搁那躺诗 然而躺诗也躺不安生,屋外时不时传来将士们的哭声 谁在哭啊 唉,这些天,残兵陆续从乌林归来 见了面,忍不住抱头痛哭 今日是谁回来了,徐楚 曹操眨巴着眼睛,没有感情地问道 您别告诉我,现在五百贵哭狼嚎的就是徐楚 承煜叹了一口气,表示哭得最伤心的就是他了 曹操沉吟许久,最终不得不起身 他知道连最硬汉的徐楚都掉小珍珠了 那说明,这军中士气真是萎靡到了极点了 是时候降降了,否则迟早出事 好了好了,别哭了 众人见曹操走出,微商之余也纷纷拨往行李 唯独徐楚仿佛哭的是梨花带雨 交喘连连,压根儿不理任何人 曹操也不怪,默默地在其身旁坐下 眼见自己的温柔安慰反而加剧了徐楚的悲伤 曹操决定拿出自己霸道总裁的一面 徐楚哭哭啼啼地挣扎了许久 最终还是勉强祭出了一个笑容 曹操让徐楚亲自去雷谷 以此召集,众残兵巨拢 怕有鸡汤药 众残兵煮着拐杖踩着皮鞋 逐渐围成了一个圈 于是曹操的鸡汤开熬 哪想开口就有毒啊 难怪曹操后面有沙华佗 原来是嫌华佗救的人太多 医术不高明 当然,我们都知道 此处曹操是想拿行医比喻打仗 只有经历过足够多的败仗 才能打出更多的胜仗 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 只有败而不殆 败而易勇 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人 随即曹操开始反省自己的过错 他表示 本次我带领83万大军南下 结果却败于孙刘五六万联军 这占比过于离谱 就算是83万个馒头 他们也应该要看几个月 这比当年袁绍关渡败于我还离谱 好歹当年他只有70万 而我有7万而以上 是因为最近这些年 我们胜仗打得太多 兵交将代 文天武席 轻敌自负 尤其是我 居然连一个小小的苦肉计 都未能识破 酒囊反贷 愚蠢如猪 不可救养 这是曹操对苏大强的第一眼评价 而苏大强也不惯着他 丞相虽然脱名汉象 失为汉贼 那时正值赤壁战败 军队士气低迷 为鼓舞士气 曹操熬了一碗毒鸡汤 他表示 将军打仗就想一声行医 医者 医死的人越多 医术越高明 而将军打的败仗越多 则说明他本领越出众 胜败难兵家常事 直败是成功之母 喂完鸡汤 曹操又开始化饼 我们虽受赤壁重创 但是我们的根基基本费上 天下周军 我们仍然掌握青 幽 并 纪 四个种 我们的城池 兵马 子民 赴税 仍然数倍于孙权刘备 朝廷仍然在续长 仍然在我们的手中 反观孙权刘备 则不然 孙权刘备不但兵为将剌 地小人稀 而且他们的联盟还是勾心斗角 从他们都不愿意背负杀我之名 就可以看出 他们双方也是各怀鬼胎 总之 早晚分裂 早晚 必败 对 早晚必败 对 早晚必败 就像说的对 就在众人已经被曹操成功忽悠之际 一阵违和的葫芦声响起 众人随着曹操的目光 齐刷刷望去 只见一个长得像太叔的苏大强 正靠着柱子忽忽大睡 这是何人呢 曹仁随即站起 表示他是自己新招的目标 看我怎么收拾他 说完就让人把他架齐 准备去请他喝手摸咖啡 算了算了 不去理他了 我们在讨论军政大事 此人却烂睡如泥 由此可见 他是个酒囊饭带 愚蠢如猪 不可救养 事后苏大强果然在狱中手摸着什么 凑近一看 确实在写字 写着写着 忽然转身跪拜 居然是曹操亲自拜访 恭候丞相 恭候 我非你猜到 我会前来 是 曹操顿时更感兴趣 他问苏大强 你既然不愿意听我熬鸡汤话大饼 那你一定是有自己的超反见解 说吧 我愿闻其想 苏大强表示 赤壁之败 非丞相之过 而是天道所知 此话一出 不管对不对 那定是壁个满满 就像现在不管谈什么 先给你扯底层逻辑四个字 并能护住你 曹操也一样 成功被苏大强撞到了 此话怎讲 丞相啊 汉室虽衰而未亡 时下人心仍然像汉 不像曹 在天下大半士族眼里 丞相虽然脱名汉象 视为汉贼 而刘备虽然仓首匹夫 却是当今皇叔 是大汉正统 这是曹操与苏大强的第二次见面 苏大强因为在曹操检讨大会上睡觉 被打入大牢 曹操前来探望苏大强也不畏惧 上来就反驳曹操在会上的要点 曹操在会上表示 赤壁之战的根本原因 因是因为自己骄傲所致 苏大强却认为跟曹操在扯淡 而是天道所致 一波分析后 苏大强又开始预测往后的天下局势 赤壁之后 天下将飞为三分之势 分别是曹操 孙权 刘备 曹操依然雄俱北方 而孙刘则争霸江南 主要焦点是荆州和益州 十年之内 丞相怕是难与一统天下 因为你若攻刘 孙权必然援旧 你若攻孙 刘备必然断后 曹操听后沉默许久 转而盯着苏大强表示 真没想到 曹氏集团中还有第二个 如此牛逼的人物存在 苏大强大怒 还能有人比我更牛逼吗 我 苏大强败福拱手不敢言语 曹操叹了一口气 表示你说的都对 但是碎语也不扰人呀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天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十年 或许我这辈子都见不到 一统天下的时候了 苏大强表示 你小子少招惹点寡妇人妻 十年不成问题 曹操笑着拿起苏大强刚写的书件 内容竟是自己的短歌行 苏大强有柱子就爬随即便对着短歌行 一阵猛吹 曹操破北受用 何其书简就问苏大强 你真的叫苏大强吗 苏大强沉默了 内心表示 你也可以喊我一声派说 你的真名叫司马仪自重答 罪徒司马仪拜见丞相 事后曹操正式将司马仪奉为上宾 司马仪问曹操你是怎么猜出我是司马仪的 一定正常人看到我的第一眼都以为我是苏大强 曹操表示自己三年前就曾多次召你进京 可你屡屡躲避最终无奈 只能取了一些你的手术回来观摩 今天再次看到你的笔迹方才认出 司马仪随即又是一顿吹 丞相你真是过目不忘 你知道三年前我为什么屡屡躲避你的招纳吗 三年前正奉官渡大姐 丞相在拜董卓斩吕布灭袁术之后 又消灭了大敌袁绍 那时的丞相辟邪天子口贤天贤 四方才是无不争先恐后投保 我若出山 丞相最多为我一线令 如此岂不负了我一腔报复 大胆 竟敢在我面前代价而沽 你好一个狂偶之徒 竟敢在我面前代价而沽 司马仪费尽心机 终于在曹操最潦倒之际偷起门下 本以为此刻正是大展才华之机 曹操却给了他一个憋屈的职位 东府那时 也就是给我儿曹冲做木斌师傅教他读书 司马仪人傻了 感情我前面的逼全摆装了是吧 曹操让司马仪放心他的所有儿子中曹冲最为聪明 自己也有意将其立为接班人 太子老是什么前途懂得都懂不委屈你啊 你若不从我必杀你 解决完司马仪是时候该回去唱了 可临走前得先把南郡的军方安排拖荡 不论是孙是刘都对荆州垂牵三尺 而南郡是荆州门户一旦破了就等于荆州丢了 防守南郡必须交给最信任的人 可人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 坚守南郡万不容实 遵命 说话间成郁火接火了的跑了进来 原来是许昌发来一条急报 还是巡御亲自发的 曹操打开一看 心里顿时美滋滋 丞相出了什么事 嘿嘿嘿嘿 我的寒鸡要生孩子了 成郁顿时皱起了眉头 我们离京已经一年了 这时候生什么孩子 果然 曹操绿油油的说道 女人真是麻烦 早不生晚不生偏偏这个时候生 众人一番恭喜后退去 但是还没有完全走进 曹操就觉两眼一黑 一头栽在了地上 丞相 许称丞相府 成郁一夜未睡 头发熬的发白 终于西北探报回来了 探报表示 马腾寒随兵分两路走了小道 为何兵分两路 为何不走大道 仔细一想成郁大喜 看来喜良军还是害怕我们的 越复杂的部署说明他们 越是忧心忡忡 这正好给了我们机会 巡御随即下令 让徐昌各城门和往城一样 不做任何城防增加 往来山谷百姓也不用细查 一切做放松状 越是如此 马腾寒随越是以为 我们徐昌兵多将王 准备充足 当然实际上 徐昌城只有六千守军 果然 马腾寒随见徐昌没有什么大动静后 开始放慢进军速度 而这一单个 刚好给了曹操回房的时间 原来按常理 曹操回许昌路过襄阳时 根本到不了许昌 明日便是初九 对吗 巡御用空城计 已经拖延马腾寒随许久了 就等曹操如期归来 可眼下看来 曹操并不能如期而归 这一切马腾寒随也看在眼里 单个日久定会露馅 如何重新护住二人 又成了巡御新的难题